气象局已经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 它的暴风圈将在明天清晨接触到台湾陆地 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北部和东北部 在陶珠苗地区的雨量可能会达到1000毫米 现在气象局已经把全台湾都纳入警戒范围 各地民众都要严加防备 中台莫拉克来势汹汹 下午距离宜兰只有480公里 以每小时22转16公里的速度朝西前进 气象局针对全台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尤其是北部及东北部要特别注意 我们特别提醒北部东北部首当其冲 但是这个台风全台湾各地都要严加戒备 气象局预估台风的暴风圈 大约明天上午会接触台湾陆地 台北基隆宜兰将出现12级瞬间阵风 足以造成灾害 花莲级桃竹苗的阵风也有11级 总雨量方面桃竹苗上看1000毫米 台北基隆宜兰也有900毫米 中南部的山区也上看800毫米 花莲则有600毫米 今天入夜以后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就会开始明显增强 不论是风或雨都会明显增强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个台风的后续影响 气象局特别提醒太平洋高压减弱的影响 台风移动速度未来将渐渐变慢 但暴风圈和强度都在持续增强 全台的民众都应该随时注意台风的最新动态 记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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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